Hello 大家好 我是维食猫 冬菇干饶柱炆节瓜 这个菜非常好吃 因为夏天消失了很多 很多汗水 我们要补充一些电解质 这个瓜就最好了 吃下去非常美味 又帮助你长度的消化 又美味又湿润 非常好 你看看我怎么做 我们的材料有干饶柱 这里大约是5粒 我也是买些碎的 反正这个菜也要做碎 它来用的 是值得玩些 然后我们就有冬菇 冬菇 冬菇也是要先浸它 剪定 泡软 接着我们就有折瓜 有两个折瓜 这些折瓜也是小时候的瓜仔 我不会买老瓜 老瓜因为影响口感 我们就有 这些就是绍酒 有姜汁 有姜 有红辣椒 有蚝油 有胡椒粉 有盐 有糖 大致上也是这么多 我们就切了这个头尾去 用刀刮千万不要用批皮的批 因为我们要保留车 用刀刮刮了这些表皮 刮了皮 我再洗干净了 我把这个刮分为主 然后把它破边 分开一半 分开一半 一个刮分四个 不可以切小 因为是影响了 那个 迈上 第一就是迈上 第二就是 这个瓜切了四分之后 我们还要做什么 还有些事情要做的 我们就把它割一些花 有什么事要去割一些花 割一些花 其实就是 就是洗到这个瓜 更加入味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的鱼 要割一下它 就是这样的状况 现在割了 是吗 接着它 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的冬菇 就是昨晚 浸下水的 今早已经软身了 因为浸之前 你一定要洗干净 那 当它 洗干净就拿去浸 到第二天做 软身就割了冬菇 定去 现在我们又要把冬菇切一条条 但不要太薄 没有口感 要有一些口感 冬菇水我都留下 稍后会有用的 因为这些水是很香的 第二就是干饶柱 我这里大约 如果以完整来计 大约有4-5粒 因为我喜欢多 所以也会多一点 我就是买些碎的 碎便宜很多 反正这个食谱也要弄碎它 已经是瓶干水 已经弄碎了 刚才那个干饶柱 因为我不是说 晚上要浸泡 那些水是精华的 千万不要倒 待会我炆这个关事 要放下去 所以冬菇水干饶柱水也在 现在我拿一块厚切片的姜 就是用刀背 这样剁松它 因为我之前已经做了姜汁 所以我只是拿少许示范 给你们看怎么做 这个我已经拿了姜汁 你看看 是不是 这些汁就拿下来 我们有一样东西未做 就是切一些红椒 然后下去就是 是 就是 是一个点绝 如果吃得辣的 其实都提升了一个 一个味蕾 来的 是 是醒胃一点的 现在我已经 开了锅 锅已经是烤的了 那我现在就加点油 下去 就是爆一下干饶柱 爆一下才会香的 它很烤的 你一放下去你就会听到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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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这个瓜 好不好吃 除了调味之外 也在乎这些配料 因为它是海鲜 有它的鲜甜 天然的鲜甜 香味 爆它不需要那么久 爆它一分钟 就已经可以了 只不过爆香它 到现在已经爆了 一分钟了 爆了 我们就要放一些 蘸酒下去了 酒下去 然后增加它的香味 我们就可以了 拿起来 备用 现在锅 我就不加油了 因为刚才说了 刚才锅锅 是有少少油在这里 有少少油在这里 这样就足够了 因为这个东方不是多 我把它爆一下 它 现在我下了少少的糖 已经爆香了 闻到冬菇的香味了 我又是拿起它备用了 待会用 我现在 接着就加些油 下锅里 就是想 煎一煎 切瓜 现在已经有油滚了 我又会放些姜下去 因为始终它是瓜 有些人受得寒凉 有些人说不行 虽然这个瓜是很平和 不是良性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是惯了 就是 有些姜的味道 就加好面 我就会放些瓜 将这个 外面的绿色的向底 我希望它是 先不先有些孔的 很少的 在瓜里 不是直接拿去煮 看看吧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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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已经黄黄了 因为呢 这个锅呢 这个锅呢 那个 边 可能的绿 就不是那么慢 空间就慢些 那你就可能要转一下位 如果你想到每个瓜 都是做到 漂亮的话 那你就要是 用心 我们呢 已经煎到 看到有些少少金黄色 每个瓜都有的 每个瓜都有些金黄色 我不想像白煮的瓜 那样 是很漂亮的 是吗 起码 你看看 每个瓜都是 有些少金黄色的 那 我们之前放过的姜 我们就拿走了 因为我们也不想 放下去 因为已经是 吸收了姜的味道 那就拿走它 我们就要 放一些水 之前我们不是说过 我们的干瑶柱水 这些是精华 不要倒 我们现在就放这个水 放这个水 放这个水 冬菇水 我加一点 大约是 这个瓜的高度 是 三分一 多些 因为呢 就是要炆它 那我们呢 就会放少少 胡椒粉 下去了 好了 那我们呢 就放一些盐 盐下去了 盐下去 调味了 那呢 就会放一些糖 下去了 提升它的鲜味 不会说 死咸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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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我们呢 就会放一些 蚝油落去 把蚝油放在中間 把光葉柱放進去 我通常粗的放在中間 粗的放在中間 幼的放在旁邊 冬菇放進去 等它去炆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等它去炆 炆到這個瓜 感覺到它是有些透明的 即是說瓜身是入味 和是軟的 因為我們不是要吃到它爽 是吃到瓜是會軟的 入味的 剛才我曾經 我看過10分鐘是不夠的 所以我再蓋上蓋子 再煮多5分鐘 15分鐘 你看看 我放進去 很完美 放進去 已經淋了 這個時候我們 加少許 少許 焦 這樣加一半 我們看到有些汁都是水汪汪的 我們要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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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茶匙的 櫻縮粉 這樣 這樣 就加一點水 進去 我們要放進去 這個醬汁掛著就可以了 這樣加進去 等它 那個火就是要 因為之前我們 是收細的火 慢慢去焗 淋它 應該說是中火 已經淋了 我現在加了 加少許 因為我打了 芡汁下去 這樣 一看到 都是 因為它要煮到差不多 才會結 很熱的 現在就是試吃的環節了 那我呢 這個瓜 因為它拆軟了 都很容易 就是叫做 開它 那 有辣椒 那我又夾些冬菇 又夾些乾瑤柱 這樣 那試下吃 先吃 這個瓜 非常軟 甜 因為它吸收乾瑤柱 冬菇的精華 冬菇的香味 乾瑤柱的精華 這樣 再加上調味料 提鮮它 哇 真是一流 如果你在飯桌裡 所有的菜 放在這裡 你吃了它 都不吃其他東西 我吃到 因為有少少辣 我只是加少少 因為我不吃得太辣 這樣 就提升味蕾 非常之好 這是一個夏天的菜 吃了下去 你會覺得 嘴巴濕濕 而且將醬汁去拌飯 非常好吃 這樣 如果你喜歡的話 這條片 你就給個Like我 分享這條片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就快點訂閱 不要收拾 好吧 拜拜